长三角一体化的重大举措 苏西长沉济铁路的最终的一些方案已经议定 而它的先行段 太仓先行段的规划也已经落地了 这就是上海人民伸长脖子判的 也是长三角人民伸长脖子判的 苏西长太仓先行段终于要建设了 而上海这边将会建设11号线的北延伸段 一直延伸到太仓 所以这两条线将会串联起来 这样苏西长从长州开始奔流机场 从奔流机场经220公里左右进入上海 在上海与嘉敏县接驳 与这个11号线啊 13号线啊 9号线啊 12号线啊 相继的会有这个2号线 甚至2号线10号线都有这个换乘 所以这条线真的非常关键 从长州的奔流机场直到洪桥机场都可以用 所以很多人将来就是像坐地铁 像坐公交一样的来回奔波在长州 长州的奔流机场到洪桥机场之间 我们盼望一些连航啊 连驾航空可以把基地放在长州 将来花一个公交的钱坐到杭州去 长州的奔流机场去 然后坐什么亚航啊 或者什么航飞到泰国 新加坡啊 真的这个又便宜又快捷又方便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这个沉寂铁路啊 以及嘉敏县能同时在2027年 竣工啊造福一位老百姓